一只台湾猕猴熟练的爬在电线上 手脚并用步伐平稳的走 仿佛把电线当成空中斑马线 不少民众都有拍到直呼好厉害 但也担心遭到攻击 地点就在屏东潮州镇的延平路 是连通台88快速公路的重要干道 猕猴出现在车水马龙的闹区 吓坏不少民众 但由于猎属野生动物保育法 一般民众若发现猕猴踪影 不能任意捕捉 另外在嘉义县新港乡 五月底也有民众发现 一只疑似遭到弃养的猕猴 在路边玩耍 县府农业处前往捕捉 却已不见踪影 调皮的猕猴被发现路径 从北到南都有 县府出动又补不易 后来被发现跑到太保南新的南亚厂 最新的这个地点 通报地点是在太保市 所以这边要呼吁太保市的民众 如果发现台湾猕猴的话 立即通报119 台湾猕猴近期不断在闹区陷宗 跟人类生活领域越来越靠近 恐引发人猴相处的摩擦 不过罕见画面却也引发热烈讨论 民事新闻南部综合报导